我家先生前几日胡言乱语的 误会你二人了 殿下和姑娘勿放心上 我家先生习惯胡乱说话了 没事 那我把隔壁那间收拾出来 今夜给姑娘住 隔壁的房间不是堆满了杂物吗 没有啊 师父 就你话都去 教材啊 你慢慢吃 师父 擦手 为什么突然改口叫师父了 书院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了 也知道我是谁了 这儿都是读书人最重礼节 若见我不叫你师父 怕背后议论 再说明日就要过江了 过江回去都是要改口的 明日是明日 今夜是今夜 不过才十几个时辰 何必自欺欺人 师父多吃一些 回去以后吃不到了 我知道你喜欢这儿 但你我终归是北辰的人 不能在南京久留 弟子明白 都给我了 你吃什么 我不太饿 既然你不饿 不如我们下山吧 下山做什么 南霄世子风流 常在午后抚琴饮曲 你这么喜欢琴 不如下山见识一番 走啊走啊 我带你们去 我家先生除了喜好乱说话 还爱蹲墙角 你一个大男人遮灭作风 如此才是我呀 人家一见到此屋 就知道龙亢书院的 黄先生下山了 岂不妙再 好 西州没见过这些 我其实没怎么管过西州 你不地道啊 自己的地方不带土地逛 不怪我师父 我以前有很多不方便 他带我出去的话 得罪我阿舅 也得罪宫里的人 现在好了 我可以随便走了 有什么不方便 不能出门 他过去有音乐 没有 现在呢 现在没有了 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表面上不是 我心里也是 崔姑娘 我们先听琴 然后乘舟唱游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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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